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希望对你的人生有所启发 管道是财富之源 有一本书叫做管道的故事 The Parable of the Pipeline 内容不多 故事也简单 几句话就能说完 书中讲述了帕布罗和布鲁诺提水桶和建管道的故事 两人都受雇于人 要把河水运到村子的水缸里 两个人都很勤奋地用水桶运送河水 不同的是 布鲁诺提水结束就赶紧休息 而帕布罗白天提水 晚上和周末利用休息时间为自己工作 他要挖出一条输水管道 今年后 布鲁诺依旧是老样子 而帕布罗已经停止了送水生涯 即使不工作也能源源不断地从管道中获得收益 而且 帕布罗收益更多 这本书之所以受人追捧 原因就在于透过简单的故事揭示出了财富的终极傲益 那就是 管道才是真正的财富之源 提同者必须以时间换取金钱 这是一种财富陷阱 因为你一旦停止工作 不再出售时间 你就赚不到钱 建造源源不断创造财富的管道 才能让你把握财富的主动权 拥有不工作也有收入的自由人生 什么是财富管道 有人问我 想要赚点外快 去发传单 当时新工怎么样 也不是不可以 只是这种工作做得再多 对你的经验积累都没有任何益处 这就是典型的体统行为 你只是在复制之前的工作 而且 你一旦停止出售时间 你的收益就会马上中断 尽早开始建设自己的财富管道 就如同理财一样 建造财富管道这件事 愈早开始愈好 趁着年轻 身体 经历 各方面都处在良好状态 尽早开始自己的财富管道建设之旅 很多人憧憬财富自由 认为如果有一天 仅靠被动收入就让自己过得很好 就可以不流汗工作 把时间花在自己的兴趣爱好上了 财富自由这个词 和普通的月薪阶层之间的距离 果然有十万八千里 那普通人有没有机会实现财富自由呢? 答案是有的 为食膜要有被动收入 财富自由是这样一种生活状态 当你不工作的时候 不必为金钱烦恼 这就需要你拥有财产性收入 也叫被动收入 才能够让你维持较为体面的生活 拥有足够的金钱 时间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 Boldo Stafford在35岁开始 不再为钱工作 中写道 我们追求财务 自由不是因为崇拜金钱 而是因为不愿意做金钱的奴隶 不是为了享受奢华 而是为了让自己和家人 获得舒适 而有尊严的生活 财富自由用 公式来表达是 被动收入 大于生活开销 我们都希望在我们睡觉的时候 也能赚钱 想一想 你可以在你的任何休假时间 都拥有被动收入 让你在睡觉 吃饭 玩乐 都能自动赚钱 获得被动收入的方法有哪些呢 1.利息 存款的利息 是普通人最容易拥有的被动收入 但银行的利率实在太低 跑不听通货膨胀 2.租金 假如你拥有投资性住房 出租出去 每个月有固定的房租 这就是很好的被动收入 3.知识产权 透过出书获得版税 透过申请专利 获得专利使用费 4.有家证券 透过分红或者金融产品 长期增值获利 包括持有或买卖股票和基金 5.退休金 按时缴纳社保和养老金 到退休 已均可以按月领到一定金额的退休金 6.经营网站广告板位收入 7.卖电子书 8.建立一个部落格并且经营联盟行销 9.销售线上课程 10.开发一个手机APP 11.自动机台 自动贩卖机 自动洗衣机 自动游戏机 提款机等等 12.建立一个你的YouTube频道 并且赚取AdSense广告收入 13.出租一个房间、空间或任何东西 14.系统化、自动化及外包任何商业活动 15.创造一个企业系统并开放连锁加盟 16.建立一个迷你线上大学 等等 财富源泉其实是个人能力的变现 而能力边界的扩宽 则要靠个人不断地寻找和尝试 有些朋友可能会说 我没有兴趣也没有长处 你听过这句话吗? 往往不是有兴趣才能做好 而是做好了才有兴趣 不管怎样 先行动起来 再行动中调整 挑出一件你认为最重要的事情 然后给自己列一张时间表 督促自己在未来的一个星期 一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里 每天至少专注于这件事情 两小时 时间对于每个人都是公平的 有效的利用空闲时间 可以让你拥有更多时间 做更多的事情 如果每个工作日安排两小时 上班前一小时 晚上一小时 星期六 星期日各三小时 一周你就可以增加 16小时的有效时间 一年下来你就多了 三个多月的自由时间 所以有人说 每天晚上8点到10点的这两小时 决定了你人生的高度 好了 希望今天的分享 对你的人生有所启发与帮助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便及时收听最新内容 如果你喜欢 我这次分享的内容 请帮我点个赞 并分享它帮助更多的人 自我成长 也欢迎您的留言 感谢你的支持 并帮助我们 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Cocashanson.net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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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